华联县国民党部副理党部主委上任茶会 16号在副理民众服务社举行 由现任华联县议员詹金富担任 华联县党部主委张一华亲自主持 宪长徐正位也到场祝福 国民党副理乡党部16号上午举办党部主委上任茶会 向地方党员干部以及地方社团表示感恩之意 华联县党部主委张一华表示 国民党要继续为花冬努力 非常肯定这一次副理乡党部主委詹金富 过年后县长是很关心我们的建设 918的重建特别的关心 在不管是白天晚上不看得很晚 工程做完了 绩效一定要出来 还要改善县县长的菜内行 对于我们的行的安全这一方面 很了解我们花园县的 希望我们的乡民可以行的安全 县长徐正位也到场祝福 并且表示詹金富担任民意代表时非常认真 也向县府提出地方施求 这次就让詹金富带领父理乡亲 卖向更好 那今年我们还有一些的地方基层座谈会由2月下旬开始到3月份 所以请我们的这个乡亲长辈有任何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透过我们村里长 还有跟乡政公所我们一起来连结 让我们的地方大大小小事情能够中央地方还有我们的县政我们的地方一起合作好不好 花园县国民党复理党部主委上任查会16号在复理民众服务社举行 有现任花园县议员詹金富担任 花园县党部主委张一华亲自主持 县长徐正位也到场祝福 记者高中双福利乡采访报道